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象也停留在古曼童或天童古曼童的类别 其实不然 艾凯可以说更类似于招财女神这类的牌 传说他是守护金银财宝的仙童 供奉他可以获得他的眷顾变得富有 泰国南部的洛昆府有一间香火非常旺的寺庙瓦接地 但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 这寺庙只是洛昆府一个普普通通的寺庙 前来的人也不多 有一天 寺庙住持在入定的时候 发现寺庙的一根柱子里面有灵 从柱子里走出一个小孩 名叫艾凯 他对师傅说 只要你把我的样子做成古曼童 绝对会让你的寺庙成为全泰国都闻名的寺庙 于是 住持就让人把这根柱子取了下来 并将入定时候看到的小孩样子 雕成了一尊大的艾凯供奉 并用柱子剩下的材料做成了艾凯的自身像 其中寺庙制作的有天同供奉行以及天同佩戴行 还有专门制作的天同艾凯戒指 自从那一年起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艾凯天同 也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佩戴供奉艾凯 实现了愿望 因此前来拜艾凯的人也越来越多 寺庙的香火也因此越来越旺 像艾凯许愿或供奉和佩戴艾凯 都能让你的愿望快速实现 招财招人员的效果也非常棒 成愿效果非常的好 很多人来庙里许愿成了之后 都会买鸡回来寺庙供奉着 因为传说艾凯喜欢这种鸡 寺庙里专门有一块空地来给善性放鸡的 数量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ìa 하겠습니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